电源两线和视线 今天我为大家演示一下电源两线和视线 对我们的测量一个影响 因为前面我们做效率测量的时候 就发现了踩到坑里去了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我们采用了两线测量 然后发现这个测量结果有点意外 那今天我们再来做一个演示 就是两线和视线来做一个对比 这里就是我讲的两线和视线的测量 我们来避开这个DCD效率测试的一个陷阱 那这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电源两线和视线法的特略 对测量的影响 就是从而避开我们这个DCD的测试陷阱 我们在这里右边这张图上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两线和视线的一个接法 我们这里是一个视线的接法 然后这是它的一个输出 输出供电 然后这是它的一个顺势单 它会在究竟呢 会有一个补偿 就是这个一般的内部 然后我们为了把这个输出线的一个压项 给补偿掉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顺势单 从这里接到这个DCD 就是我们的被测电源的两端 来检测这个 让这个两端的电压 就是我们所需要的 需要设置的电压 这样的话我们能得到比较准确的电压 如果我们没有这个Sense 就是我们采用的传统了 没有这个Sense端的话 我们只有两线 那这个时候会在这个线上 产生不同的压降 那这个压降呢 因为我们的输出电压可能是变化了 我们在测效率曲线的时候 我们输出电压是变化的 那这样的话这个压降也是在变化 因为它的电压会影响它的电流不一样 那这个时候这个压降它的随着变化 就会影响我们的测试效率 所以接下来我给大家都先做一个演示吧 就是演示一下我们的两线的测试 当然我们首先需要对这个进行一个扫描 就是从它的一个低压少到高压 我们先把这个奔基布业连上 就是这个是我们已经连上了 这个直流电源和这个DLQ973 这里我们用了它的四个通道就是 119和120是检测它的一个输出电压和输出电压 然后121和121是它自带的两个电流通道 这样的话可以直接测量它的一个输出电流和输出电流 然后在右边这边我们是做了一个变程 就是因为它的输出电压范围就是从5.5V到10V 那我们就从5.5V扫描到10V 就是我们通常的设定点 然后我们切完通道以后 我们为了保证我们读取的数据的稳定性 所以我们把它加了一个2秒的延迟 然后最后的话 我们在这里可以自动计算就是它的一个效率 得到它一个效率取业 整个测试测完以后我们就把它进行关闭 这个测试过程中会有10个循环 我们现在可以把它先运行起来 让它扫描起来 其实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3465是监测它的一个输出电压的 然后这边的话它的一通它是设定电压 我们可以看到在8.5V的时候它只有8.0V了 8.02V 也是这个时候其实已经产生了一个线的损耗 就是线的一个压价 然后我们随着这个电压的上升 然后它的输出电流我们可以看到输出电流是在变化的 现在9.5V的时候你看它的电有0.7A 然后我们等一下它的这个输出电压继续上升的时候 这个电流会下降 这电流下降以后产生的压降是不一样的 你看现在变成了10V只有9.6了 所以它相差就变成0.4了 我们刚才是0.5的 好 这个扫描现在扫描完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数据的结果 这个是我们扫描所得到的一个数据 我们看一下XY图上面 这个你看我们刚开始的效率非常高 然后到了6V多一点的时候 这个效率就跌到了一个低谷 只有72的效率 然后再慢慢的回升 那这个效率真的是我们走测到的真实的一个效率吗 然后我们把这个切换成视线的一个测量 好 那接下来我用这个视线的模式再来进一遍掃描 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效率的曲线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个输入电压 和它的检测到的一个电压 基本上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这个视线补偿是有效的 而且这个电压是直接加到我们的板端 所以这对我们的测试结果也是最准确的 好 我们这个数据扫描出来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效率随着我们的输入电压的上升 它的效率是下降的 所以这个我们前面测到的 我们在6V的时候会有一个坑直接掉下去了 然后再起来的 这个曲线完全是不一样的 好 所以这两个曲线测出出来的结果 差别就非常大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前面测量的那个数据 好 我们把这个数据打开了以后 然后我们再回到刚才这个界面 这是我们的那个 然后我们再导回来 这是刚才的两线的测量的一个效率曲线 然后这是我们四线测量的效率曲线 所以可以看到在这个两线的时候 在6V至7V之间 这个地方会跌得很低的一个效率 72的效率 我们在这个四线测量里面的话 它从5.5V到10V 根本就没有72效率在这样一条线 所以这两个效率差异都非常大了 所以这也说明我们的两线和四线的测量 是对这个效率是有影响的 所以我们在使用电源的时候 如果我们这样有四线 肯定是尽量要把这个四线用上 这样的话避免我们在测量精度上造成不差 甚至说我们的测量结果完全不准的现象 好 那今天的这个测试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